接下来呢 来 这个很重要 今天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 软体跟格式的对应 这个很重要 那 软体跟格式对应的部分的话 记得LibreOffice跟MSOffice 他们的工具 其实不是只有一套 它也是有很多套 所以来 这是Word 微软的Word 所以Word的部分的话 对应叫到Writer Word到Writer 然后呢 Excel的话 在LibreOffice里头 我们称之为Calc 换掉了Calc PowerPoint叫Impress OK 所以你软体你要知道 那有学生会觉得说 老师那 好不容易之前 已经把Word的Excel PonPon都学起来了 结果现在又来了三个新的 背不起来英文怎么办 干嘛背英文 看颜色会不会 很美 看图可能不太准 要看颜色 颜色 你看 蓝色对蓝色 绿色对绿色 橘色对橘色 你还会错吗 这样听懂吗 所以它只要对应就好 对应就好 来同理 我们看一下软体的部分 当你安装完后 我们用5.3的来讲 当你安装完了后 这边会有个LibreOffice 5.3的版本 进来后一样的 好 你就会发现 这边会有 来Writer 有没有看到Writer Writer的话就是 对应到Word 这个前面的橘色 这个前面的橘色 Inpress的话对应到的是 PowerPoint 绿色的Calc 对应到的是 Excel 有问题 好 那它有其他的额外的独立的 那几套是什么 来Base Base叫SS 这张图软体 SS 好 然后做是一个简单的 绘图软体 可是这个绘图软体 在Excel Word PowerPoint 里面本来就有那一件 只是说在 这三套 Inpress 里面 他们可能要另外再画 不方便 所以它就抓出来 变成独立的一套软体 叫DRAW 就是画几何图形而已 画几何图形类的 来Main 这个是方程式编辑器 理工科的工程单位的 一定会用到 因为你们要做一些 很复杂的 数学运算式的时候 就会用到这一个Main OK 所以它的真正的套数 其实应该有六套 好 那除了这六套之外 有一个叫LibreOffice 然后一个Safe Mode 跟没有 这什么 这叫主画面 何谓主画面 当你在开启的时候 我不晓得现在要开哪一套 我就从主画面 就是主画面先开 那主画面 做什么用 它就是主画面 什么 因为还蛮难 就是主画面 你要我怎么讲 你看就知道 就主画面 听到老师的意思 因为学生问我说 老师这要干嘛 没干嘛 就主画面 听懂吗 就是人家Office 没有这东西啦 Libre有 所以你们可能会觉得很怪异 那没有关系 因为当你在开启档案的时候 你去开你要开的 你不用管软体 它会自动帮你开 它会帮你开对应的软体 这样知道老师 你就不用去管它 它就自动帮你开 这样你听懂 OK 所以这个是主画面 对 就是主画面 OK 好 然后再来 如果是这个Portable的版本 在Portable的版本里头 你会看到Calc Impress Writer OK 数学方程式编辑器 跟绘图的工具 然后主画面 Base是SS OK 一样一样 就这几套 所以呢 在那个 NDC的版本 也是同样 在这里 NDC 在这里 你看是不是都一样 它只是把前面的东西改成 NDC ODF Application Tools 很长 你看人家 对 就改名字而已 你看到没有 因为我只把这个LibreOffice拿掉 改掉而已 那为什么可以改 因为他们叫自由软体 自由软体不代表免费 但是代表着开放原码 它的程式码 Source code 是可以拿到的 所以拿到程式码 改写后 就变成新的东西 就是类似这样 所以它是Open的概念 而不是说它是免费的 来这边OK吗 目前为止 所以拜托各位 要接下来 他们的档案的对应 要懂 好吧 要懂 好来 那档案的对应 如果懂了之后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 你们要懂 复档名 我觉得这是很基本的概念 一定要会 复档名 这个 复档名 如果是Word做出来的是 DOCX 那DOCX是Word的文件 文书处理软体 对应到Writer的部分呢 就是ODT T T你们很好记 T其实就是文字的意思 好 所以有的电脑的 的那个软体 A跟T就是代表文字 那ODT就是文字 好 Excel的话呢 它是XLSX 对应过来叫ODS S怎么背 Shoot 要念好哦 Shoot 对 S H E E T S S的试算表 试算表 OK 来PowerPoint是PPT X 它叫ODP P你可以想象成PowerPoint 你可以想象成Pretation 就是都是P 来ODT ODS跟ODP 有没有问题 这样会哦 你不要外单位寄档案给你 结果你没有装Office 你没有装那个工具 没有装LibreOffice或NDC的 它会认不到这三个档 它会变得是很像很奇怪的图示 可是你开 Office可以开啦 它可以开 只是就是怪怪 你会以为你受到病毒哦 对吧 因为它没有那个副档名的格式 那会怪怪的 所以这个拜托 要记起来 要记起来 好来 那这边没有问题之后 以后你在制作的过程中 微软的格式跟LibreOffice的格式 是可以互转的哦 两边都可以互相开 可以互相转 所以你看哦 假设老师现在开 我开PowerPoint 我开了PowerPoint 就像你们现在手上 有很多做好的PowerPoint的答案 老师想要把PowerPoint的答案 转过去 人呢 我要把它转过去 变成 好随便开一个 假设我现在有一个 PowerPoint的答案 OK 那我会把它转过去 变成 太多了 变成一个新的那个 就是ODP的格式 一般你们会怎么做 你们会从这边 对 你们会到这边 会出的另存心 千万记得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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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假的 就是现在流行的假议题 OK 假新闻 它是假的 什么叫假的 明明转过去是可以转啊 可以哦 好 但是你用的是 如果要讲的比较那个是 你用的是微软的技术 在做ODP的转换 那它其实转过去的相容线 没有什么高 它很多的状况会有问题 尤其跑板啊 或者是一些 对 就相容线的问题会比较严重 听懂吗 那Rite最严重 Rite转过去 都有那个网格 会有一条一条的网格线 你不知道怎么处理它 知道吗 会做当然最好 可是你不知道怎么处理 那要很小心 然后我之前一开始在玩的时候 玩5点多的版本 用ODP哦 我的跑板转过去几乎整个是 那NDC的PDF 开微软的档案 很特别哦 要到人家那边去开哦 那你开了之后呢 再用另存型档 传成ODT ODS 或ODP 就可以了 它所用的Bug会 就是相容线会比较高 可是在转换你要小心 一样一样一样 不可以用NDC的版本转 或者是用5点多的版本转 你的Bug依然存在 听懂吗 你要用6点多的版本转 它才会是最好的状态 所以这件事很重要 好 什么意思 来 就是 我刚才素材里面有给你们一个简报档 不是他 这个 老师有放这一个 上课用的简报 我是PPT哦 好 来 您看哦 老师在PPT开的时候 好 我们直接 我到这边 Libre 来 我们到这边用开启旧档 开启旧档 好 打开启旧档的方式点了后 去找这个简报档 开启 你会发现过来几乎是一样的 当然会还是有一点点的小小的不同 可是它的相容率已经高达百分之九十几 而且我发现它真的很厉害的地方 来 这个是不是错误讯息 错误讯息要看哦 他跟你讲什么 无法载入smartart 就是我们今天会教到的 在office里面有一个工具 它叫smartart 可是在Libre office是不支援的 那不支援它就会警告你 可是这个也不会代表不能转 它只是让你的smartart变成图片 变成图片 就不能再修改而已哦 来确定就好 这个确定就好 好 它就转过来 目前简报我发现只有这个问题了 目前 好 你看转过来了 几乎是一样的哦 超赞的你知道吗 我用五点多的时候转过去 整个是心情很不好 因为几乎是重做 以前教那个impress的时候 我只能跟学生讲 你就是重做 因为没办法 那个版本 那个时间点的关系 跟ndc的版本 可是现在六点多 我转过去好快乐 你知道吗 而且我还有测一个哦 我在powerpoint里面放了影片 在powerpoint里面插入影片 转到impress 既然会完全好好的 连影片还能播 而且影片也是存在简报里 我都不用懂 所以现在你只要一转过去 就可以交了 就可以交差了 知道吗 其实现在相容性非常的高 可你一定要用新版 一定要用新版的 你看排版都没有跑 完全没有 你看整个简报跟我当初 你们可能 我自己做的时候 都很清楚我的内容 它几乎没有跑掉 你看 所有的内容都是一模一样 你们可以核对 是一模一样的 这样知道我的意思吗 所以六点多版本 超级无敌好用 ok吗 好六点多的版本 好所以这个注意一下下 来 那 欢迎你们哦 好不好 试试看看 这是单档转 这是单档转 一定要会哦 单档 因为你们要活下去 好 所以来 单档一定要先活